今天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 聯感機構第14章全部結束 那我們上次講到了這個 擺動滑快曲屏機構的應用 你翻開課本或你手邊的這個講義 我說過第14章這裡在同車來說 它最常考的就是考應用 那你們學習最重要就是看到那個應用的機構 所以老師用這個投影片換正片它這裡有動畫 你可以看到這裡就是一個擺動引擎 那擺動引擎呢 你看它這裡有這個模型組 它基本上是會擺動 你看它要動有沒有看到它會這樣啾 這就是擺動引擎 沒有看過請你上Google 要不然你就是請你爸爸去買一台擺動引擎 知道嗎 把它裝在你的床上 床上 你的床就可以左右擺動 這樣很有feel 睡覺的時候就有那種搖籃床的感覺 睡下去就會幾吋 一大幾吋 一吋幾公分 0.0.0公分 錯好大呀 一吋2.54公分 所以一個晚上就會漲2.54公分 好不好 再給你送你 你現在已經170了嘛 再兩吋就是模特兒了 175公分 好來繼續講下去 各位同學 我們繼續講下去第四種 叫做固定滑快驅餅機構 顧名思義 來請看一下 這就是固定滑快驅餅機構 固定滑快 那請問滑快是固定 是的喔 來請看 有沒有都看 有 這裡就是一個固定滑快驅餅機構的應用 手壓抽水機 請問你們家有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手壓去抽水機 沒有 我們家都沒有 家裡有 舉手 現在這是古董喔 這個喔 做動的時候就是這樣拉這個桿 請問在拉桿的時候 這一個地方會不會動 這個地方會不會動 不會動 這個地方就好像是固定滑快 所以這個才叫做固定滑快 這塊不會動喔 它動喔 它這會上油 這就會水就從下面抽起來 地下水 欸 趁現在趕快喔 這快要試船了 如果將來不見了 請你趕快去收購 一個我看上看四萬塊 不會紫安宮還有喔 趕快去拆 不是 不能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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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實底圖 手壓抽水機 我覺得被拆 抽水機 好 看一下應用 接下來手壓抽水機翻過來 其實把那個課本手壓抽水機圈起來很重要 這就是一個固定滑快結屏機構的應用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等腰連桿組 等腰連桿組 等腰連桿組在連桿機構的種類與應用 它是屬於第二類 因為第一類是有含一個滑動隊的連桿機構 現在跑到第二大類 第二大類就是等腰連桿組 同樣的這個區塊也是最重要就是考應用 那什麼叫做等腰連桿組呢 顧必思議連桿一定會等腰相等等長 請看這個地方 它的AB跟BC等長 所以在課本那個圖把這裡畫兩桿相等 拉個箭頭等長 這叫做等腰連桿組 等腰連桿組呢 它會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 對不對 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 所以它才叫做等腰連桿組 或者你可以叫它等腰機構也可以 那這裡會考什麼應用呢 請看 你看右手邊有一個等腰連桿機構的變形 這就是等腰連桿機構的變形 你看喔 它這裡是都是固定的 所以它這個兩個滑塊會這樣滑 呦呦呦呦呦 十字架這樣滑 最固定 所以兩個滑塊之間距離是一樣的 這是一個變形 那腰連桿組可以應用在什麼地方呢 請看 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 橢圓圈 橢圈圈它就是可以畫橢圓 你們有沒有用這個畫過橢圓 有沒有看過橢圓圈 都沒有看過 有看過橢圓圈的舉手 送一杯七八課 沒有人 我現在看到了 有親眼看過橢圓圈的舉手 摸過玩過 沒有很可惜 畫橢圓圈圈 因為它剛才這個十字架上面會有兩個滑塊 我們畫橢圓圈圈的時候 就是拿筆 你的筆 放在這邊 它這裡有不同的孔洞 那你這樣畫 笔放在這邊 孔洞 我也可以放這裡 所以 控制這個 我就畫出不一樣的橢圓 好不好 橢圓圈圈圈 還真的很少見 比較專業人士會有 有這個 連老師我都沒有親自摸過 那個要錢去買 好不好 我看看 找找看 客館有沒有這種活源規 這個也不便宜 一個一千 大概也要一千買 大概也要一千 不可能特別去買一個一千塊 上一節課十秒鐘就給你看了 那你就去金玉堂 金玉堂你去看看 下次有幫我看一下 如果有看到幫我拍照 有拍照的同學我送你一杯飲料 去幫我看看金玉堂有沒有 傳動群組 有一杯飲料 我說真的 橢圓規 再來 橢圓規 再來這個等腰連桿組的應用 來你看一下他這裡不動畫 來我們看 光看動畫 唉唷有耶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B就放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看動畫 這樣就可以畫橢圓 好 接下來 欸 同學 在剛才的等腰連桿組這裡 他只有給你這個應用 請你翻到133頁下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應用 就是非常有名的歐單連結器 把歐單連結器圈起來 也就是133頁最上面的歐單連結器 它歐單連結器就是兩個平行軸 長這樣 你可能沒有看過 大概長這樣 然後這裡有一個歐單連結器 這裡這樣 它裡面中間有三塊 這個會旋轉 你簡單畫一下這個 那這兩個軸是平行的 其實簡單畫喔 畫在課本的歐單連結器的旁邊 這個就是長得像歐單連結器 當然我是簡單畫 裡面會有三塊 這裡轉 這個也可以轉 這叫歐單連結器 這叫歐單連結器 接下來是平行軀柄機構 這家畫講了第四次了 再來 平行軀柄機構 就是兩個軀柄是等長的 來有沒有看到 這兩個是不是一樣長 虛線這兩個 它這樣就會變成平行四邊形 有沒有這兩個一樣長 請您做一個符號 搭搭搭搭搭 這兩個一樣長 而且這兩個平行 這兩個就是軀柄 這叫平行軀柄機構 平行軀柄機構 所以它運動的時候 這兩個就有點像是雙胞胎 來寫上雙胞胎 雙胞胎有一個特色 你們發現有沒有人雙胞胎 有沒有 運動相同 你寫上去 運動相同 也就是這兩個區比 運動相同 速度也相同 速度也相同 把這個字寫上去 雙胞胎 什麼事情 肚子痛 忍一下吧 你想大便 那不叫大便 那不叫肚子痛 那叫你下一個沒有去大便 你早上沒有去大便 我早上有 你很急嗎 很急 不急 多急 你問你啊 你有很急嗎 10萬 就有點痛 那還可以忍 好 可以忍 來 什麼叫雙胞胎 寫錯了 雙胞胎 要寫喔 我現在寫的東西 雙胞胎 我現在寫的東西喔 我要求的不多 但你一定要寫喔 雙胞胎 這兩個是雙胞胎 雙胞胎有特色喔 心裡想的兩個 人班上有沒有雙胞胎 沒有 誰 陳建仁 陳建仁 建仁 我跟你講 你的弟弟齁 就是一樣 長得跟你一樣對不對 來喔 陳建仁 你來 陳建仁 我跟你講 陳建仁 老師 雙胞胎 就跟他長得一模一樣 如果他哥哥有什麼感覺 他弟弟也會有感覺喔 比如說 你家弟弟家在那個地方念書對不對 我如果捏你的左耳朵 你弟弟左耳朵也會 好有感覺 而且運動相同 你現在打自己一拳 啪 你弟弟就會打自己一拳 動作相同 我不是跟他雙胞胎 我不是跟他雙胞胎 我是舉例他的弟弟會這樣 你很急嗎 現在很急喔 兩分鐘 兩分鐘喔 兩分鐘喔 兩分鐘沒有回來就表示 會拉一拉差一差 現在開始計時 兩分鐘 懂嗎 運動相同速度相同 好謝謝你 所以他這裡做如果等速圓周運動 他也會做等速圓周運動喔 知道嗎 好 好 那你會說老師 區比平行區比機構 有用在什麼地方 來 我們看看下面例子 蟬斗肌 有沒有看過蟬斗肌 蟬斗肌就是 地上如果有雪 他就這樣蟬蟬蟬蟬 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個有沒有平行 有 這叫做蟬斗肌 知道齁 他會蟬地上的 或者我要搬東西 有沒有 去倉儲 就會有蟬斗肌 再來 還有什麼運 還有什麼應用嗎 平行尺 平行尺就是可以畫平行的尺 對不對 可以揮製平行線 這就是平行尺 再來 佛伯 念錯了 佬伯 佬伯天秤 有沒有看過這種天秤 中藥殿有沒有 有 這也是 你看這兩條紅線有沒有平行 有 平行的 有沒有 所以他也是一個 平行屈柄機構的應用 也是一個平行屈柄機構的應用 再來 我們看下面一個 這有沒有看過 有 我們的守備 教室 有這個東西 萬能會圖肌 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看 這兩個有沒有一樣平行 平行 所以這樣 移動 我們就可以畫 手臂了 有沒有 再來我們看看下面有沒有什麼 喔 有耶 你看 有沒有 這就是萬能會圖肌的動畫 有沒有看到 自己看一下 自己看一下 再來 這個是五 機械手臂夾爪 有 機械手臂夾爪 有沒有看到這個機械手臂夾爪 有 你們課本 有沒有機械手臂夾爪 沒有 所以請你現在寫上去 機械手臂夾爪 也是一個平行屈柄機構 請你補充 機械手臂夾爪 再來 還有一個東西 我要你補充 叫做火車車輪平行感 你寫上去 火車車輪平行感 這個也是這裡的應用 火車車輪平行感 火車車輪平行感長什麼樣子呢 火車下面是有車輪 所以它會有平行感 長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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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火車 你們小時候 幼稚園 不是有玩接火車的遊戲嗎 是不是都這樣做 請窮請窮 所以火車車輪平行感 也是這一個機構的應用 也是平行屈柄機構的應用 所以我要你寫兩行字 第一個是機械手臂夾爪 第二個是火車車輪平行感 畫一下圖 知道嗎 OK喔 你課本 該畫重點有 然後該補充的要有 這樣就好了 我沒有要求你太多 寫太多筆記 重點是你要聽懂 接下來下一個要介紹 相等屈柄機構 相等屈柄機構 它意思就是兩個屈柄是一樣長相等 但是有沒有平行 你覺得這個跟這個有沒有平行 沒有 所以你在上面要寫不平行 寫一個括號 一定要跟前面那個做一個區分 這叫做不行不平行等屈柄 來寫上去 不平行等屈柄 不平行等屈柄的機構 又叫相等屈柄機構 這位同學已經回來了 我們全程錄影 好再來 像這種機構 它沒辦法像剛才 這個有時候屈柄可以360度轉 不可以 它只能在某一個角度內轉動 寫上這個句話 僅能在某角度內轉動 這叫做不平行等屈柄 也就是相等屈柄機構 我現在叫你寫都是重要 來入科興 僅能在某一角度內轉動 來請你看135頁 老師告訴你重點 第一個重點 他說這個機構的兩個屈柄雖然等長 但是轉角不等 我們這裡有動畫 請你看轉角不等 有沒有 它的FIDA跟翻不一樣 所以把轉角不等圈起來 轉角不等 邊畫邊看動畫邊了解 轉角不等 那有什麼應用呢 最重要的應用就是我們 氣車在轉動的時候 汽車怎麼轉彎 方向盤 方向盤 方向盤轉彎的時候 請問 是轉前輪還是轉後輪 前輪 前輪 不錯 請問 轉動的時候 然後 那我先問你 後輪是做什麼用 沒有人知道 後輪一般是動力軸 動力 提中動力 當然有的車燈是 有沒有聽過四輪驅動 就是四輪都是動力 有沒有 一般後輪如果讓它打滑 跑到泥巴裡面 車子就前進不了 知道嗎 除非你是四輪驅動 前輪也有動力 否則前輪一般來說 都是負責控制方向 但是我現在討你一個 很有水準的問題 請問 車子如果我要左轉彎 現在想像 我要左轉彎 方向盤是左轉彈 對 我要左轉彎 請問我的左轉彎 左輪的角度跟右輪的角度 會一樣嗎 會 有人說不會 陳伯彥 你的智力已經超過剛才那個同學了 他說兩個前輪角度是一樣 錯 我要左轉的時候 來陳伯彥 我現在問一些更專業的問題 我要左轉彎的時候 請問左前輪轉的角度大 還是右前輪轉的角度大 搞不好連你爸爸都不知道 對 來請看 這是車子的前輪 我要左轉 請問左轉彎的時候 會這樣整個車子轉過去 但是這個要打嘛對不對 請問 是這個角度大還是這個角度大 角度大是怎樣 角度大就是這樣 比如說左轉它會大一點 它會傾斜小一點 另外一個是它小一點它大一點 沒有想過嗎 絕對不是一樣 角度不是一樣喔 請問 是哪一個角度比較大 是這個角度大還是這個角度大 左邊角度大 左邊角度大 錯 左邊角度小 右邊角度大 真的嗎 不對 左邊角度小 對 左邊角度大 左邊角度大 來我來幫你看一下 來請看下面第三 當汽車右轉的時候 把右轉圈起來 右輪轉動角度較大 把右輪角度大圈起來 左輪圈起來角度小 所以當你轉動的時候 如果我要轉右邊 你的右輪轉動角度就會大 你要轉左邊 左輪角度就會轉得大 不信回去跟你討你爸爸 你爸爸搞不好都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你就勝負你爸爸 會知道這個機構 你將來如果去修車場或什麼 你知道比別人多 你以別人身寬的寬 你可以當作經理管理者 你如果是空空的公公都不辦 你只能做灑不溜兜的氣功 人家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你無法提升自己 知道嗎 知道的越多 人家說失事就是力量 知道嗎 好 圈起來 好 所以你翻過來 他這裡有一個重點 就是請看這個藍色字 汽車轉彎的時候 應該使兩前輪的軸線 跟後輪走的延長線交予一點 把交予一點圈起來 你看這個圖 就要看下面這個圖 來翻過來 你課本這裡有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交予一點 這叫兩輪的軸線 這叫兩輪的軸線 有沒有 都交予一點 你知道嗎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左轉的時候 他角度要大一點 這樣大一點才可能 因為他這裡比較短 要大一點 軸線才對到這裡 這裡才順利的車子轉向 如果車子前輪轉的角度一樣 車子沒辦法順利轉 有時候會做成打滑 知道嗎 好 這就是相等區秉的應用 汽車轉向的一個機構 來請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動畫 有沒有看到 當我右轉的時候 右前輪會比較轉的角度多 有沒有再看一次 有沒有 他右轉的時候 這個轉的比較多 左轉的時候 這裡轉的比較多 有沒有 這樣才可以順利轉過去 非常好 有沒有 有沒有 他這裡就在講 他 如果你旋轉半徑要越小 車子過彎的比較快 他這裡就會牽扯到 他的旋轉的取力中心 有沒有看到 歐點會改變 好 這就是汽車的轉向機構 那一般這個東西會在前輪 來把它寫上去前輪 在這個圖的旁邊寫前輪 所以人家問你 欸 汽車轉向機構在前輪還要輪 你寫上去前輪 旁邊寫前輪 OK 再來 下一個是球面四連桿機構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球 你要想像一個球 球裡面有一個球的中心 所以這四個連桿 有點像在那個球的球面上 這有點像是一個弧形 弧面喔 這個叫做球面四連桿機構 重點在於交於一點 來把這個交於一點圈起來 這一點就是這個歐點 就是這個球的中心 所以在這裡寫一下 這裡寫喔 球的中心 寫在這邊 交一點就是球的中心 寫在符的旁邊 現在寫 老實上就不要求多 但是你要先聽懂 我平常分數怎麼打 我已經打完一次了 你只有0分或100分 你有做到就100分 我有摳到你的群組上 我要求課本上也是這樣 不多喔 球面中心 你沒做就0分喔 好再來 那球面四連桿組有什麼應用呢 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 請你把它寫上去 這叫做萬象接頭 又叫五刻接頭 課本有框 紫色的線 紫色的字 請你把它圈起來 這就是萬象接頭 萬象就是顧名思義 這兩個軸可以有1000萬個方向 所以這兩個軸可以不用平息 都可以帶動 這裡轉它就會轉 很奇妙的一個機構 叫萬象接頭 知道喔 這有點像是 剛才我們介紹的歐丹連結器 但是歐丹連結器 兩軸一定要平行 萬象接頭兩軸可以不平行 知道喔 歐丹連結器我已經擦掉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有名的球面連桿組 這裡有實體圖 我們看有沒有動畫 有 來請看一下動畫 有沒有看到 有齁 所以 你看它就可以帶動 它這個軸 它轉 它也轉 這個機構很奇妙 有些東西我們需要做一個轉向 好 接下來 我們看一下 下一個是軸結機構 軸結機構也是一樣 你可以看到 什麼會造成軸結效應 也就是當α角是0度的時候 這個桿件跟這個桿件剛好拉持 拉持的時候 拉法角是0 這時候 滑壞黑底得到最大的抗力 這時候叫做軸結效應 我們來看一下 軸結機構的應用 請你把它 第一個 這裡有一個叫做睡時機 睡時機把它圈起來 剛才有說過 因為它在那兩個桿件 會得到最大的抗力 最大的力量 所以利用那個最大的抗力 我們就可以把石頭碎掉 再來夾鉗 夾鉗也是軸結機構的應用 夾鉗力量很大 可以把你的手骨夾斷 夾鉗 再來手剪肌 手剪肌 有沒有看到 也是把它圈起來 R的星號 再來它上面還有兩個 請你要圈起來 在文字的倒數第二行 敘述 這裡有一個叫做空氣卯丁肌 把空氣卯丁肌圈起來 再來第二個應用叫做壓床 好壓床圈起來 這幾個都是軸結機構的應用 所以它你其實用的就是軸結效益 你在軸結機構旁邊寫 軸結效益最大抗力 寫起來這八個字 在軸結機構的旁邊寫 軸結效益最大抗力 我這樣講了一大堆 重點就是把關鍵字記憶到你的頭腦裡面 還有重要的應用 好不好 考試就是會考應用 接下來是比例運動機構 比例運動機構呢 一樣這裡不是很重要 你不需要了解它的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應用就可以了 你看課本這裡有說比例運動機構 其中一個應用就叫做說放繪圖器 請把說放繪圖器圈起來 你要把說放繪圖器知道一下 它就是比例 什麼叫做說放繪圖器呢 我如果在這裡畫一個小小的音符 這裡就會幫你複製出一個大大的音符 這叫做說放 說放就是這兩個會成比例 這叫做比例運動機構的應用 叫說放繪圖器 有沒有看到有動畫 說放繪圖器就是比例運動機構 好我們再看一次 很好看得懂 這個有個文具店有在賣 它有點像那種夾子的中間那個塊球 你可以做說放 再來下一個叫做雕刻機 也把雕刻機圈起來 你就是文字的雕刻機 知道一下就好了 再來下一個是絕對直線運動機構 直線運動機構裡面就有分這幾個 第一個叫絕對直線機構 它這裡你只要知道一下 第一個叫絲羅式直線運動機構 知道一下 統測到這邊都考的已經很少了 重點都在前面 如果你有空在背這邊就好 如果你準備統測當然好 但想考你要知道哪些是絕對直線運動機構 像第一個是剛才說的 斯羅式直線運動機構 第二個叫做卡式圓 把卡式圈圈起來 來你看這就是卡式圓 這有動畫給你看 這叫卡式圓 再來第三個叫做皮式直線運動機構 來這就是皮式直線運動機構 我們看看有沒有動畫 有 有沒有 這叫做皮式直線運動機構 知道一下 小考這個要知道 大考有空在看 好不好 再來最後一個是近似直線運動機構 第一個叫做瓦克式直線運動機構 來看一下 這叫瓦克式直線運動機構 在中間這一段會有一段直線 這叫瓦克式直線運動機構 你們知道一下 因為滿不理你們將來入了職場 有一些東西老闆要叫你研發 你有印象 這個東西可以達到 再來下一個 這就是瓦克式直線運動機構的應用 再來下一個叫做炸蒙機構 它是斯羅式直線運動機構的一個改良 斯羅式就是剛才絕對直線機構的第一個 對不對 這叫炸蒙機構 看一下 它的動畫長怎樣 再來最後 不是最後一個 倒數第二個是 羅式直線運動機構 我們看一下動畫 這邊有沒有動畫 有 這叫羅式直線運動機構 最後一個是菜式直線運動機構 來 你看一下動畫 OK 這叫菜式 所以老師略到後面這兩個 像是近視直線運動機構這一個 都是大考 對考已經很少了 如果你時間不夠 這後面這兩個可以省略 也就是直線運動機構可以先調過 但小考要知道有哪些大概就好了 好 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總算把所有連感機構全部結束 來 來幫我按照 謝謝你